第585章完结 颁奖 尽管最终能够进入前面名次的大多数还是高阶血脉的强者 但至少给了低阶血脉种群机会 天狐大妖黄再次双手虚暗 全场又一次安静下来 所以 在接下来的几年 所有有志参加妖精大陆精英赛的孩子们 你们要格外努力了 说不定 就能改变你们的命运 好 接下来我要为本次大赛进入决赛阶段的选手颁奖 首先颁发的是16强的奖励 个人赛以及双人赛的前16强选手到前面来 16强就有奖励 其中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奖励是来自各大圣山的认可 也就是黄者们的认可 不同的黄者选择的对象肯定是有区别的 一般会选择看重的血脉 毕竟能够进入前16名的选手 实力其实都很强大 就连孟特特那样有实力的选手 都是在双人赛16强败阵的 也有不被认可的选手 如果一名参赛者是凭借好运气进入前16强 自身实力不够强大 那么也有不被黄者认可的可能 相反如果实力强大却因为运气不好被淘汰 也有可能获得多位黄者的认可 让其有更多选择 因为前16的名次早就已经确定了 不过来领奖的只有18个 还有些人因为重伤或别的原因没来 他们的奖励会直接发到他们手中 孟特特、孟特师兄妹都没有来 孟特特是重伤 至于孟特师为何什么没来 就不好说了 一个个托盘被送上台 由天狐大妖皇亲手递给16强选手 每个托盘上都是不同黄者给出的信物 除了信物之外 16强选手还有一个统一的奖励 那就是紫金碧 紫金碧在市面上几乎不流通 因为太过珍贵 本身用来修炼就是至宝 拥有紫金碧的人 很少将其拿出来贩卖 也很少当成钱币来使用 更多的都是留在自己手中 在修炼的时候 吸收其中纯粹的能量 前16名 每一位都获得了10枚紫金碧 别看只有10枚 这可是千金难换的好东西 获取了奖励之后 这些选手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下了比赛台 场上顿时少了大半人 接下来是八强的奖励 八强的奖励明显更多了 首先 进入八强的选手 获得的黄者的认可明显增多 几乎都获得了不止一个黄者的认可 无论是个人赛还是双人赛的八强选手 都是一样 然后就是紫金碧的奖励 数量直接变成了50枚 这一届比赛似乎不准备给太多的实物奖励 全都用紫金碧来代替 简单直接 却又是所有人都喜欢的 哪怕是拍卖神器的时候 都没有用紫金碧来购买的情况 可见紫金碧有多么珍贵 接下来我们颁发四强的奖励 请选手入场 四强就是半决赛的人选 唐三是个人赛四强之一 能够领取奖励 那名独龙族选手是和唐三一起走出来的 他用冰冷的眼神看了唐三一眼 嘴角带着一丝不屑的味道 唐三就当没看见 一起走到了前面 双人赛的奖励比个人赛更多 因为双人赛是两个人参赛 每个人的奖励和个人赛是一样的 就相当于是双倍奖励了 这也是之前很多强者选择只参加双人赛 或者宁可在个人赛中早一些放弃比赛 也要保留实力参加双人赛的原因 六个托盘被送上比赛台 天狐大腰黄江托盘分别送到选手手中 唐三接过属于自己的托盘 托盘上整齐地排列着六枚黄者信物 是的 六枚 他身边的独龙族选手只有三枚黄者信物 唐三略微辨认了一下 就认出了这六枚信物分别是属于哪个黄者的 冠军奖励是全部黄者的信物 这是组庭的硬性规定 唐三是双人赛的冠军 必定会获得全套的信物 而眼前的六枚信物是真正对他认可的黄者拿出来的 也是在今天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 这六枚黄者信物分别来自命运主宰天狐大腰黄 无间部催裂天大腰黄 通天彻地白虎大腰黄 冲销陵云剑盛大腰黄 天生天阳天阳天金黄 以及地震万物地阴天金黄 前面四个是唐三意料之中的 天狐大腰黄的信物他本来就有 猎天大腰黄略微让他有些意外 他原本以为会是蒙马大腰黄认可自己 见圣大腰黄是之前就已经认可了自己的 白虎大腰黄认可 他应该是看在美公子的面子上 但是天阳天金黄和地阴天金黄认可了 他确实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两位难道是察觉了自己的阴阳二气不成 前两位的天金黄竟然都给了自己信物 这两位的信物也很有意境两朵花 一朵粉红色的小花和一朵灰蓝色的小花 花朵上面都散发着看似柔和的能量波动 但只要唐三用精神力去扫描 立刻就能感受到其中的能量 这应该是从两个天金黄身上诞生出来的 看来他战胜的烈阳花金族选手 以及明月花金族选手 应该是将他有阴阳二气的情况向族中汇报了 这才引起了两大天金黄的兴趣 获得六枚信物的唐三 是四强选手之中获得信物最多的 毕竟想要被黄者认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些信物不是随便给的 持有信物的人 只要选择投靠黄者 黄者就自然会将其收入自己的阵营之中 除了黄者信物之外 四强选手还有一个奖励 是一枚储物戒指 戒指上面镶嵌着紫色的宝石 看上去光彩意义 唐三用精神力一扫 就感受到了其中的能量波动 戒指中还有紫金币 足足有200枚 数量是八强选手的四倍 对于紫金币 唐三一直有些好奇 他早就听说黄者都是凭借紫金币进行修炼的 这东西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虽然没有奖励什么实物 但能够获得这么多紫金币 唐三也是相当满意了 四强选手退下 接下来就是对亚军进行颁奖了 获得亚军奖励的只有三位 分别是个人赛亚军大猫 以及双人赛亚军九阳圣剑组合 三位选手一起走上前 之前的四强选手中 只有唐三留了下来 其他的都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下台了 稍后唐三要和美公子一起领取冠军奖励 而且美公子将领取两次冠军奖励 大猫和九阳圣剑组合一起来到天湖大妖皇面前 躬身行礼 托盘被送了上来 大猫面前的托盘上 信物明显更多 作者 唐家三少 离带领下台的托盈 中便